大家好,我要介绍介绍啊,这是姓顾,姓胡,就是一张请胡山江那个姓胡,来了日子不算多,应该这么大岁数六十亿了,玩得差不多,挺搞定的,就准备回去了,回去了我们老哥俩坐在那儿带聊虎条,是吧,我们没别的意思,我就说嘛呢,退了休之后能找那么活活, 自己弯活,真的老高兴了,好些朋友上去来找他,那么接弯活拿弯活,他都不乐动他,就乐在这鼓方弯,反正接着他最后做的,做了一个这个,做了一个小康座,但是咱想想这个是我们大伙跟着忙活忙活,以外说呢,老胡爷爷好,这也给忙活忙活,那个也忙活忙活,反正事实上呢,要是那正理所,给他忙活, 也不是什么太好的事,你要是,比如说,你要是这个东西,大伙给保忙,他回去不见得做得上,你要是,所以说呢,现在就是这个妈意思呢,他这个东西,反正回去也差不多,差不多,没问题,差不多这个问题,叫这个,不能给咱们大师丢人啊,哈哈哈哈,这样子自己说说,就是,做活的进度啊,来的进度啊,来天津,咱说的实话, 应该,有个体会吧,你自己说的就得了,哈哈,反正他玩得挺高兴,这样我肯定的,对,嗯,大师说的没错,哈哈,来了,我记得刚十天的时候,和大师在一起,也聊了一下,聊了一下,主要是,我为什么要来, 对,来的什么感受,我当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感受非常深,嗯,因为自己退下来了,想,找点事干,对,那么到这来了以后呢,呃,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快乐,嗯,就退下来了,能够找到快乐,我觉得,确实人生的一大,这个,乐趣,啊,非常难得,啊,呃, 呃,可以讲,咱们年轻的时候都有很多的志向,对,那退下来了以后,我觉得这种志向呀,过去,过去可能叫梦想,啊,叫人的一种心愿,嗯,我现在呢,就是,应该是降到了,就是,呃,一种快乐的一种生活状态,对,对,对,那么来了以后,呃,第一个感受啊,就是,感觉到这个,这个,木工呀,血无止境,正是血无止境, 非常深啊,没错,没错,嗯,你不仅仅是,啊,你从这个下料开始,啊,因为我是,打小就没干过活,哈哈,哈哈,啊,读书,上学,工作,啊,这个熟,熟,啊,就跟不上,没错,跟不上烫,脑子也跟不上,啊,脑子还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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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呢,我在咱们这个,这个新加班,啊,在咱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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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达,在这个班,哈,我是学员里, 最老 学的是最慢 最差的一个 但是同时又是最悠闲的一个 反正呢 手都起个炮 拉走炮了 一点都不太合乎的 但说起来的话 六十多岁干活 现在还起炮 我们得多大的毅力 确实他是吃饭吧 这个 从开始的这个拉锯 对 到这个找眼 到找眼 每一步啊 我找出来的都是坑坑洼洼 刚开始 最后这两天呢 大师和咱们的学员们 哥们们们讲 你现在找的不错 拉的也可以 太色了 这个呢 就是自己感觉到会干活了 没错 刚才视频的时候呢 咱们我们有个兄弟 武汉的兄弟讲了 这个 在干的当中啊 这个不知不觉的时间就过得很快 没错 没错 我也是这个体会 我这个年龄呢 这种快乐来自于什么 在干的当中呢 寻求这种快乐 就是早晨吃完饭 五六点钟起床 七点钟来学校 晚安以后一直干 干到下午的六七点 将近十个小时 对 没错 这个年龄呢 有时候 我就想 有时候一季 那时候 早晨吃完饭了 有时候 这个没事了 刚退下来犯困 现在坐到这儿啊 没有空去 到中午休息一会儿 对 一天的时间过得非常快 确实是怎么说 我最大的一个 刚才说快乐 第二个呢 就是感受呢 就是会干活儿了 特别高兴 刚开始呢 大师把料给了以后 我满头无水 什么动手啊 这个东西 现在呢 最起码 东西给给以后 我敢下句子了 敢找眼儿了 就会干了 没错 会干了 其实 你在我们俩呀 这个孔方里 就我们俩岁数差不多 我们俩还是聊得上来 你看 他上我们天津来嘛 到这儿学来 我估计 等我学校不忙了 我上 上那儿去找家郎多玩家 真的 这个应该 班班都没问题 没有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 后来到时候上那儿班活儿 应该 那我也是 我比他大个五六岁了 所以说 学校咱说这实话 真的太忙 打疫情过来之后 就几乎就舔着不鲜的 反正我肯定说去 一定要抽时间 现在肯定是不行 你估计在什么时候有时间 带锁吧 我尽量去一趟 玩会儿 然后俩坐一块儿 聊不天儿 挺好 时间是自己掌握的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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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般的我很少出去 因为什么呢 你说人家来了 从咱来着 你说师父老公 咱人心都是幼长的 你回来的时候你跑外面去了 这事不太舒服 应该 反正 我不敢保别的 我敢保这老头儿 大家玩得特别高兴 这就是最主要的一项 行吗 挺好的 好 咱就跟大伙儿拿着走 应该这就 过一趟就回去了 感谢编辑 红旗 哥们兄弟们 对我的帮助 科普斯大师都知道 我还会来 这是第一阶段 刚大时候回去 我只是稍微修整一下 晚了以后我还要来 对 还来一句 就是前两天 就像我们的徒弟们 写了要买把工具 还买把工具 因为家里也留地点 准备弄个小玩玩 人家也不说 人家也不差钱 人家也不说说完了卖一下 就是为了玩玩 玩玩搞兴就行了 接着他做了手机架 你看着这一个 自己拉开 玩玩都挺好的 把这个手机架送给我的哥们 丁野同志 知乎遮掩的野 不是野蛮的野 好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